有一個比較少跟別人說的就是我每一次在演出前 我都會由頭想一次 幻想一次整個表演的流程 如果是十首歌 十首歌會在腦子裡輪流一次 所以我出show前 我會有一段時間是不出聲 很討厭我幫他剪指甲 他會拼命跟我抗爭到底 就是他會很生氣 他會很大力 雖然是公主 但是很大力 要求很低 剪了兩隻已經很開心 腳要另外一天 十年前剛來香港的時候 我沒有人沒有物 除了朋友 我沒有朋友 沒有任何人 所以他們就好像我唯一認識的人 當時我們是有一個forum 有一個… 好像你當作是一個chat group 其實我每一次有些活動結束後 回到家就會在那裡跟他們聊天 但不知為何之後那個forum就剷了 那個forum只有幾個朋友 和我這樣在 所以都挺秘密的 他有很多料給我 其實很感動 很感動 但又有很搞笑的 話說我2017年就要第一次 人生第一次去跑半馬 在三個月之內就去… 每天都練習 他就陪我去練跑 每一次 但其實他又很… 因為他很講義氣 他又覺得 沒有理由我在旁邊吃花生 看你跑… 跑幾個小時 那他就會嘗試跟我跑 然後有一次他就跑… 我真的不行了… 我真的不行了… 我都不知道為甚麼 在這裡跑… 因為我們三個人 就是教練我和他 如果他停在那裡 那我們就不會回來接他的 然後他就跑… 我們是不會等他的 所以我真的去出賽的時候 他是感動到哭 因為他的感觸是… 我們這麼辛苦… 辛苦了這麼久 你真的… 真的來到這一刻… 去啦… 我的辛苦終於來到一個完結了 原來是這樣吧